欢迎收看由股动前朝所提供的台股关盘重点 我是陈明乐 今天礼拜三 2013年台北股市开红盘 气势如虹 今天台北股市开小高之后 就顺势的站上了7700点 在接近10点钟左右指数向上急拉 越过了12月7757的前波高点位置 接着也顺利的挑战了 9月25号的高点7789点 今天盘中指数最高点是看到了7793点 不过成交量的部分今天并没有随之明显的放大 预估量大约都是在七八百亿左右 不过今天不管是高价股低价股 都有指标在做发动攻势 那今天的观察指标要来看到面板双虎 奇美电也就是更名过后的群创光电 还有友达今天再度的掀起了强劲的攻势 那么今天主要的一个利多消息呢 是传出今年第一季要力拼量产AMOLED面板 另外股王大力光在今天尾盘攻上了掌停板 也让今天的高价股3000斤 包含了宏达电跟TPK陈喉 都再度的掀起了比价效应 宏达电在今天盘中呢 也创下了三个月来的新高价位了 另外传产股的部分呢 在中概通路还有在银建资产 另外在这个营造股都是今天传产股当中的强势指标 不过今天有在钢铁族群呢 从去年的12月展开落后补涨的行情之后 今天蛮多档钢铁股也都有攻上掌停板的价位 而分析师是如何看元月份台北股市的一个选股重点呢 好 新城环球投股的风开评执行长看好的时候 台北股市呢会展现出第五波的攻击力道 元月行情是乐观并不看淡的 好 另外图敏峰分析师呢则是认为 台北股市的一个短线压力呢 就是在去年9月25号的高点位置 7789点 那么也在今天顺利的越过了 而资深分析师张文赫呢 就个股的部分呢认为在面板股的部分 由面板双虎 奇美店友达的带动之下 接下来包含了零组件 像是中光店跟大一科 都是投资人可以做观察留意的指标 而魏胜峰分析师呢则是认为 在台积电领涨之下 会带动相关的半导体产业 像是红康跟半导体设备的红素 维持一个比较强势的发展 好 林有名执行长呢则是看好的 依旧是4G LTE的题材 指标股呢要观察的是华育 还有景硕 在传产的部分呢 王若旭分析师呢点名的是资产的指标 包含了中工 另外包含了卫权跟达新 那么今天在盘中呢 新台币也是大升超过了1.3角 也带动今天蛮多的营建股 还有资产股呢 是有在盘面上做比较强势的演出 好 升级族群哦 就是今天整个盘式当中呢 比较落寞的一块族群了 升级股今天呢 受到了政府政策利空的打压 呈现出比较休息整理的态势 但是科建伟分析师认为呢 今年从中长线的角度来做观察 升级股还是可以值得来做留意的 以上就是今天台北股市 开红盘的关盘重点 感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观看